兩千斤來搬肉了哦 來了來了 今天收了三千斤鮮肉 平時的話就是收了兩千斤 可是你耽誤了 這時候就收的多點 這個是家製 3 2 那些筋筋拿撒的那些脆骨的全部切完哈 要得 我就是 再忙也要把戲的了哈 要得 那些人就趕緊的切哈 今天我還可以看到那個秋香草那邊 那你配料的時候喊過一聲 今天要抓緊整了哦 那個香草已經熏了半幾天了 然後我們再跟它加把火的話 再熏一下就差不多要的了 你看這邊是麻辣 這邊是五八香的 那個五八香的沒有加海椒 它顏色就有點不一樣 好再跟它加把火 那個變速鴨也不能割多了 割多了沒了那麼多東西的 就是割了割了跟它加點這個變速鴨 可以增加一點的香味就可以了 好 直接讓它慢慢的先 結果一個半兩個小時再過來加點變香 那是晚上秋的時候要注意到的哦 哦要的 我就是 然後這個晚上 現在你是兩個人換機車 哦 換機車特別是晚上的時候要注意到的 然後火比較大了 哦要的 啊 然後鍋子也是眼高姐 不要再口水 哈哈哈 哦 辛苦了哦 不關事 你們看一下我們那個鮮肉的這個 瘦肉的顏色 非常鮮紅的 不是那種白漂漂的哈 朋友們我有個問題問你們哈 為啥這個肉 用鮮肉來做的香腸 比凍過的或者保鮮過的它更好吃 肉還是那個肉 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樣 你們曉得是啥原因不 料理鮮你們加油幹哈 我可以把燒烏的和事給你們搞起 整點香腸煮的 今天早上買了點蒜餅 等一下我們炒香腸吃 煮去 清洗乾淨 直接下鍋煮20分鐘 如果是炒的話就煮20分鐘 如果是不炒直接切片就煮30分鐘 這點蒜餅安得很 今天中午炒一盆 好 洗來切去 我們這個香腸煮出來以後哈 它上面會煮一層油 是因為我們這個是 扶煮 它油比較多 這是香腸那邊煮出來的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哈 不會煮嗎 什麼呢 一燈 三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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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上一會兒我來收你 來上一會兒了 來喲 隨便吃哈 好的 今天上午先進去吃 後來吃大餐 好的 這段時間大家辛苦點